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每周新闻简报会。 我是Sandy Close,是EMS的主任。 非常高兴邀请到非常优秀的专家团队为我们讲一讲今天的主题。 在我们2023年一时,通货膨胀率下降了。 但是经济方面的好消息也就止步于此,因为我们大家已经看到经济衰退的威胁仍然迫在眉睫,可能导致失业和预算的削减。 这将给很多的美国人带来痛苦。 今天我们的简报会会关注这种经济上的紧缩会在2023年达到什么样的程度,这种衰退会持续多久。 如果有衰退的话,哪种人群将会受到最大的影响? 经济上的哪些领域将会受到最严重的影响? 而哪些领域将最抗打击? 而且还有一点就是新的政治现实将如何影响联邦和州一级的政策和立法。 我们将会和今天的专家们一起用问答的形式来讨论这些主题, 然后希望媒体准备好问题。 请将您的问题输入聊天框。 大家可以现在准备了。 我们的长者包括Wendy Etterberg, 她是哈密尔顿项目主任, 并且也是布鲁金斯学会经济研究高级的研究员。 George Fenton博士, 她是预算和政策优先项目中心, 也就是CBPP的高级政策分析师, 以及Rakim Mabut博士, 她是Groundwork Collaborative的首席经济学家和政策与研究的常务董事。 我还想加Edderberg博士, 她是之前的国会预算办公室的前首席经济学家。 我们有请讲者泛满语速和我保持速度一致, 这样我们的普通话、韩语以及我们的西语的口语言能够跟上节奏。 我们希望记者朋友们能够将问题输入聊天框。 而且我们的讲者能够在同一边听我们的会议一边去回答问题。 我们时间可能会比较紧, 但会尽量可能的回答可能多的问题。 我们会将今天会议的录评和讲者的声评介绍 以及联系方式在今天晚些发给所有参会者。 我们也有Soluta夫妻的Twitter和相关的更新。 那现在有请Plaire Moreau, 她会是我们今天简报会的主持人。 Sandy好,大家好。 这是我的第一次新年主持, 所以大家新年好。 今天我们的是一种讨论形式。 我们不是先组织演讲然后再讨论, 而是直接以一种自由讨论的方式来开始今天的会议。 那请大家,欢迎大家把问题输入聊天框。 我看到聊天框中的问题时, 可能就会把问题提出来了, 请大家自由提问。 那现在有请我们的讲者回答问题。 我们现在听到很多的是关于通胀下降的消息, 是否意味着经济会转向好转, 还是说美联储的政策导致了经济紧缩, 这会带来失业和衰退呢? 首先有请George Fenton。 好,非常感谢普拉尔, 感谢各位的邀请。 首先呢, 我先声明一下, 从经验和受训来看, 我不是一个宏观经济学家, 所以从宏观经济学家来看讲话回答的问题的话, 我会比较审慎。 那首先呢, 我讲几个重要的点。 首先, 我们不知道是否会出现衰退在2023年, 是否会出现这个情况。 那现在有一些民调显示, 如果有衰退的话, 可能是比较短暂, 而且比较轻度的, 但是我们其实并不知道情况是怎么样, 也有可能真的是比较短, 但是是比较深入的经济衰退。 而涉及到政治, 涉及到我们做的工作而言的话, 我们关注的是儿童税收减免, 还有很多的反贫困, 抗打击贫困的一些项目。 我之后会详细地介绍。 那现在有很多的不确定性, 因为此前我们因为疫情, 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危机。 尽管如此, 然后我再有请Wendy再补充一下, 就是说, 对于经济方面的预测, 很多专家们都是 五五分的对于2023年的情况, 是否会出现衰退, 是一个对半的态度的对比。 可能会有经济增长放慢, 以及GDP增长的放慢。 但是呢,经济增长虽然放慢, 但是经济并没有下滑。 好,非常感谢。 那现在有请Wendy, 你对这个问题怎么回答? 那这个问题很重要, 我们可以回去回顾一下, 看一看什么影响到宏观经济。 其中一点, 经济需要下降, 需要放慢下来。 一部分是 经济在复苏, 现在家庭的支出, 以及家已经企业的支出, 已经恢复到疫情前水平, 已经摆脱了疫情的影响。 但是呢, 劳动率的参与率 还是远低于正常水平。 在低于疫情前水平, 可能有150万到20万的劳工 都没有回到就业岗位当中。 所以, 也宏观来看, 经济会增长放缓, 劳动率的参与下降了。 但是我觉得衰退不大可能。 如果大家关注一下 2022年12月份的 劳动率参与率来看的话, 就有大概是22.5万的新的就业机会。 所以即便有一些担忧, 但是劳动力市场仍然非常强劲。 这个22.5万的近新增公路岗位呢, 是什么意思呢? 这相比之前 已经是增长速度 已经是三倍了。 因为也考虑到我们现在的人口增长 和各种长期的趋势来看的话, 这个速度已经很快。 如果经济增长的话, 最后劳动力市场将会复如前。 所以呢,劳动力市场是非常强劲的, 但是这种强劲的增长势头并不稳定, 并不持续。 我们仍然从, 仍然是在一个失业 或者是就业率下降的一个 大的趋势当中恢复过来。 从一个点到另外一个点 是会放缓的。 要么是一年的一种曲折的增长, 一种有一些负面的增长。 但是不会是一种 让人感觉到非常不一样的景象。 对于平常来说, 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大家可以去想象一下 2023年在经济增长放缓的情况下 会是什么样子。 我认为 经济增长的放缓呢, 主要是在一些领域会体现得到。 现在我们的good sector 会在一些货物的产业 会感觉到有经济的衰退。 那实体的产业 会比服务产业的增长呢, 会更加虚弱一点。 OK,谢谢,Wendy。 那,我有一些问题。 Rakima说, 那有请您提问, 有请您回答。 好,非常感谢。 刚刚讲到了很重要的一些点, 也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我的回答是, 我们现在还没有走出危机当中, 现在在FED在去年提高了利率, 提高了七次, 可能在之后还会再提高利率, FED也就是美联储。 而鲍威尔,也就是联邦, 也就是FED的主席, 他说他还没有感觉到 这个提高利率的效果完全发挥出来了。 所以呢,这是一个很大的风险, 会让很多人进入一种经济衰退的趋势当中, 会影响到数百万的工薪阶层。 如果经济要恢复, 我的观点是, 让所有人的经济情况变好才可以。 而且我认为鲍威尔必须要注意到这个情况。 这是一个分析, 有一个分析很有意思。 最研究关注的是, 过去一年当中的失业率增长的情况, 而美联储的预期是2023年的增长是4.4%, 但是我们认为, 就是在这样的经济危机发生之后呢, 经济的失业率增长一定会比之前更高。 那我现在担心的, 让我更加担心的就是这些增长的利率进一步 去加剧了人们的危机现状, 而现在有通胀是因为 是因为很多的企业没有办法去满足人们的需求。 很多的公司把价格飙升, 而承受这个代价的就是消费者。 我们其实并不需要很多工人失业 才能够降低通胀率。 这个价格的上升, 其实很多时候都是让公司受益了, 让投资人受益了, 并没有让普通人的工资上涨。 这样导致的经济并不是可持续的。 我自己是一个经济上面的小白, 所以我往往会有一点困惑。 那有人说呢, 劳动力市场太强了, 我不太懂。 难道劳动力市场强不是一件好事吗? 为什么太强不太好? 为什么美联储要把经济紧缩一点呢? 我们需要劳动力市场保持强劲。 强劲是一个好事。 我们希望保持失业率尽可能的低, 但是失业率不可能降到零。 我们不可能把失业率降到零的。 如果我们认为唯一的目标, 就是理论上来讲, 如果是说唯一的目标就是让失业率变为零的话, 那我们其实就可以制定一个法律, 这么说强制每个人去工作就可以了。 但明显,这个法律挺愚蠢的。 我们希望人们能够去跳槽, 或者是辞职, 或者是有一段时间不工作。 我们不希望失业率完全为零。 我们也不希望每个人都工作。 有些人他们就不想工作啊。 所以问题就是, 什么样的失业率是理想的? 这个失业和就业人数的比率, 什么样是最理想的? 什么样的比率是可持续的稳定的? 那FED是这么想的。 有两个点。 首先呢, 希望就业率尽可能的高, 并且呢, 希望通胀尽可能的稳定。 他们并没有说通胀一定要2%, 但是他们希望通胀率一定是稳定的, 无论是2%,3%,4%, 它一定得是稳定的。 问题就在于劳动力要有多紧才能够保证通胀率能够比较稳定。 比如说2%或3%, 无论多少保持稳定就好了。 那现在呢, 我们的情况是失业率大概是3.5%。 现在公司在努力地去招人, 他们必须要吸引人们来工作。 就有点像我, 有些人呢, 他们其实就希望在家陪孩子, 或者是一周工作20个小时, 那么公司呢, 就必须要提升工资。 那这样的话, 公司就得要提升工资了以后呢, 这种通胀就会上升。 因为他们提升工资了以后, 他们就得把价格也提升了, 因为支出开增加了, 那么他们价格就得提升, 这就导致通胀, 会导致这种不稳定的通胀的情况。 这就不仅是失业了。 Fed,联邦储蓄呢, 他就想创建一个比较大的 劳动力市场, 保证一切的稳定。 我可以告诉大家, 在一个月, 如果有22.5万的净工作, 的每月增长的话, 那没有任何一个经济能保持这种稳定的状态。 我们自己的劳动力增长也不够, 我们的移民数量增长也不够。 没有办法支撑这个工作缺口的增长。 所以这种增长就是不稳定的。 我并不是说失业率必须要增加, 但是现在的情况并不是理想的。 现在的这种失业率的数字不是稳定的。 好,非常感谢您的简介, 谢谢您的解释。 然后我们还有录像, 所以之后可以重复听。 我想再补充一点, 就是我们在讲到FED和它的方法是, 我想说的是FED的工具, 只有一个就是主要的一个就是利率。 那提升利率之后呢, 就导致借贷的成本增加。 这样可能会使得就业率下降。 这样也使得整个工资增长下降。 所以FED的这个利率的工具呢, 它主要是针对于需求端的。 那你想一想这个通胀是来自于什么, 它不是来自于需求的增加。 那很少人会讲到实体企业。 那我们想说, 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够以一种乐观的状态, 看待现在的情况呢? 我们现在有这样的通胀的威胁, 是因为我们的系统还没有能够去承受住, 没有能够满足需求端。 我觉得原因不在于劳动力短缺, 也不在于人们不工作, 而是源自于 我们国家的一个系统, 劳动力系统的标准比较低。 我们很难找到人们去做一些比较苦的工作, 比如说一些卡测斯基的工作。 我们需要有一个健康的劳动力市场, 不只是低失业率, 而且还要有高质量的工作, 并且投资于一些基础设施的建设, 保证人们愿意去加入做某份工作。 我们还得有一些健全的并驾系统, 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真的很复杂的问题, 但是它也没有那么复杂。 如果人们能够安居乐业, 整个经济体也就能够比较茁壮。 我们关注一些图表, 但是有些能看到一些收益和风险的平衡以及取舍。 那我再讲一讲现在的经济和政治的现实, 我们讲到预算的削减, 比如说即便在加州也有预算削减, 我们也听到有人讲到在疫情期间呢, 富人越来越富, 并且企业也挣了很多钱, 但是中产和一些工薪阶层, 以及中产和工薪阶层受到政府项目的资助。 但是我们觉得当然了, 这些项目,政府项目支持不会继续。 我希望George讲一讲儿童出税减免, 以及还有什么项目是政府在过去几年提供的项目, 但是在未来2023年可能不会再提供的一些优惠福利。 好,非常感谢Plaire。 我觉得情况比你刚刚说的更糟, 不是说马上要失去, 而是我们很多人已经失去了这些福利了。 在疫情期间, 有很多人接受了一些税收减免, 在2021年, 在这个救济法案之后呢, 我们的儿童税收减免政策有一些改革, 并且有扩张。 在美国在很多层面上都有一个转折。 有一些家庭就是没有资格在以前, 那现在呢, 有1900万的孩子和家庭没有资格享受儿童税收减免, 因为他们的父母的收入太低了。 在2021年呢, 有一个变化, 那儿童税收减免这个政策呢, 有了一些改变, 就是说家庭收的这个税收减免的优惑呢, 不再取决于父母是否在工作。 疫情之下, 这个儿童税收减免, 儿童税收减免政策呢, 使得儿童的贫困率达到历史最低, 这其实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字, 因为这其实是在疫情期间, 在经济危机期间, 儿童的它的贫穷率反而是到历史最低的。 而且儿童税收减免的数量呢, 也从两到三千增长到了三千六百。 所以, 他也将这个数额平均到六个月, 我们看到人们的经济情况有所缓解, 低收入的家庭在一些日常 基本开支的增加能够, 日本基本的开支有增加, 比如说像在医务住房, 一些教育方面的开支有增加, 这也不奇怪, 但是呢, 在2021年末, 我们看到有马上就有数百万的孩子, 他们又回到了贫困线之下了。 由于这个原因呢, 我想说, 除了短期的影响之外呢, 我们还会有一个长期的非常有害的影响, 如果是儿童税收减免消失了之后。 如果能够把孩子提上贫困线之上, 那这孩子一般会比之前更加健康, 能够去上学, 有更大的可能性从大学毕业, 很多的研究都显示了这一点, 很多时候他们的就业率也会更高, 所以呢, 从道德证来讲, 保持儿童税收减免就是正确的事。 所以呢, 这个政策如果过期了, 真的是很让人担心, 很让人觉得遗憾的一件事情。 所以问题是在于, 我们未来会怎样, 我们的儿童税收减免已经过期了, 而且我们的失业保险, 失业补助也已经过期了。 这样的话, 很多的失业工人, 失业的劳动者都没有办法受到保护。 我希望很期待地看待 今年会有什么样的变化。 我想说, 我们也在努力地去 判争这种情况, 主要的一个经济的 衰退 可能不会对家庭产生 特别大的影响。 有一点是 和我们的公司的税 相关的法案, 相关条例有关的 长话简短说来看的话呢, 现在对于公司研究和发展的 一个税收减免在去年也过期了。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一方面, 共和党人 希望 公司的 研究和 研发 能够继续。 另外呢, 还有一些立法者 也希望 家庭和 孩子的 福利 能够得到进一步扩张。 我们 希望能看到的 就是在 2025年 有一些税收政策的 改变。 那很多 比如说在 2017年的一些法案, 特朗普政府的 税收减免 使得 企业的税收率 税率有下幅度的下滑。 但是呢, 很多的这种 条例 在 2025年 也会 过期。 好, 非常感谢。 那你之前 讲到 在 失业率方面的 种族差异, 你刚刚 你之前说到 就是说 如果一个 劳动力比较 强劲的话, 也不会消除 这种 不平等。 对, 在历史上来讲, 那在美国 失业率 在不同的 种族当中 就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 在一些 劳动黄金年龄的 黑人和白人 之间的比较, 这个 差距是非常显著的, 而且非常持久。 我们的历史上来讲, 无论经济怎样, 这个差距都一直存在, 但是 现在呢, 在一个 强劲的 劳动力市场当中, 这个 差距有所 缩小, 比如说 在2007年, 在2008年的 经济 衰退之前呢, 黑人的 黄金劳动年龄的 男性 他的 失业率呢, 是大概 在 2%到 3个点 比 白人 要高。 那 现在 2020年的 在 疫情期间 这个差距 缩到 2.5个点, 但是问题 是在于 现在 劳动力市场 转软 首先 受到打击的 就是 黑人 男性 处于 劳动黄金年龄的 黑人 男性 而且 他们的 失业率 下降的 速度 也比 白人 快很多 比如说 在2007年 这个 失业率的 差别 是 大概 是 2.5%到 3个点 那 这个差距 在 2022年 增长到 10个点 那这是 很大的 一个数字了 在 疫情期间 这个 差距 增长到 从 2.5% 增长到 7个点 那 现在呢 我们 在一个 就业率比较 强劲的 劳动力市场 那 这个 差距 又缩小到 2% 2个点 所以 对于 黑人来说 现在的失业率 只是比白人 低2个点 那 那 有人可能 就说 如果 希望保证 差距 继续 缩小的话 就要让 达聋力市场 更加热 但是 问题是在于 首先 如果 过热的 劳动力市场 可能会 带来 其他的 风雲影响 第二点呢 历史 告诉我们 劳动力市场 强劲的 这种积极效应 导致的 差距的缩小 并不是可以持续的 就是在 劳动力市场 转软之后 这个差距又会 增加 我们看到 很多的 数据显示 有结构性的 长期的问题 存在于 劳动力市场 这是根深蒂固的 我们必须要解决 这些问题 我们 也有研究 很多的相关政策 我们 有很多解决办法 我想强调的是 我不是很自信 说 一个过热的 劳动力市场 能够长期的 解决这些 结构性的问题 没有办法 在长期 永久性的 解决这些问题 但是 我也理解到 经济 走软的话 会影响到 一些 边缘性的群体 影响到 他们是最严重 也是最快的 而且 财政政策 也非常重要 在其中 比如说 刚刚讲的 儿童税收减免 对于 这些 边缘性群体的 影响也很大 财政政策 能够 在帮助 那些 经济困难的人群 上面发挥 很大的作用 同时 政策制定者 也必须要 让 美国的 很多家庭 更加 的 有任性 让他们 有更好的 长期的 长期的 劳动力市场 就业的体验 非常感谢 我们看到了 那观众有很多问题 那首先呢 我们有请 Rakene 有一个 Henrietta Broth 提问 好 非常感谢 彭尔 Rakene Rakene 你说到 是因为 公司导致 价格的上升 认为这个经济 使得 公司的 收益最高 那你觉得 什么样的 经济 体会导致 每个 会让所有人 都收益呢 那您的问题 很好 我也很期待 听到其他讲者的 回答 可能我们的回答 也是类似的 首先呢 我讲到 我相信 好的经济 需要以人为中心 如果 人们 安居乐业 我们 能够 吃得起 住得起 养得起孩子 这个时候 经济 经济 就是好的 我觉得 就这么讲吧 这个时候 经济就好了 那怎么达到 这种状况呢 现在我们 还处在 这样一个系统当中 富人和 那种 垄断权力阶层 他们能够 把经济 以对他们 最有利的方式 来塑造 我们在疫情 看到 很多的 公司 他们的利润上涨 你去到杂货店 就可以看到 很多的 比如说像鸡蛋啊 这样的 货物 价格飞涨 很多人也 发信到 联邦的贸易 中心 去反映这个问题 我们 机构 也收到了 很多的 人去投诉 这个问题 也看到 有很多的 公司的 一些收益报告 我们可以看到 疫情期间 这种 价格的增长 对于很多的 公司 收益都不小 但是 普通人却没有 获得太大的收益 那怎么办呢 我 当然了 政府是 需要发挥 一定的作用 我们必须要 从 根本上改变 改变 经济当中的 这种权力的动态 权力的 权力的 运作状况 使得一些大公司 不再有能力 去把经济 以对他们最有利的方式来塑造 那怎么做呢 我们 可能需要 降低价格 我们可以 投资于更多 在 供应链方面 我们可以看 在疫情期间看到 让 人们 有 税收减免 有儿童 税收减免 或者是 低收入 保障方面 如何 有效的 这种投资 如何有效的 改变人们的 生活 那 如果 公司 如果政府 为了人民 去做一些事情 而不是为了大公司 去做一些事情的话 这个时候 人们受到的影响 就相对而言较小 我们 国会 也可以 颁布 一些 反对 价格飙升的 法案 那么 政策制定者呢 是可以通过一些 法案 联邦贸易委员会 以及司法部 也可以去 做一些事情 简而言之 就是 健康的经济 就是一个 人们 安居乐业的经济 那在过去 18个月当中 政府 可以 采取行动 使得 权力 更加均衡 经济 更加 兼容 普世 我想看到的 经济 并不是 一个 非人 并不是一个 黑人失业率 相比于 白人失业率 是两倍的 这样一个经济体 这种经济体 并不健康 健康的经济体 是 很多 边缘的人群 他们 也能过得好 很多人 能够 脱贫 我也非常 担心一点 就是 黑人的 工人 他们的 失业率 达到 20% 而这个 相比于 大 萧条 时间 也是一个 很高的 数字 好 那我们现在 时间有限 来看一看 聊天 光中的问题 那 有一个 关于 加州的情况 就是 我们 也听了几个月 关于 科技 领域的 大规模 裁员了 就在加州的情况 那 这是不是一个 好事情 还是说 我们 已经在 一个经济 衰退 期间了 我认为 高科技 公司的 这些 大裁员 并不是 我最担心的 好 Solita 请提问 请您开麦 那会不会有一些 经济特区 他们 需要 让企业 进入 这些 经济开发区 让失业率 降低 通常来看呢 在经济开发区 里面有很多的 一些 没有 较好的 使用 资源的 情况 我认为 我们必须要 非常的努力 确保 公司 提供一些 较好的工作岗位 我们 一直关注 工人 比如说工人的培训 工人的教育 或者是 再就业培训 等等 我们 必须要 做很多 大规模的工作 来扩张 这种努力 保证 公司 正在 创造 好的 工作 无论是 工资方面 还是就业成长方面 我们需要 工作岗位 更好 也需要为那些 没有 但学 学历的人 提供较好的 工资 较好的 工作 Peter 你想提问吗 他可能下线了 他说 那 现在 人们有 需要多担心 社会安全保险金呢 他们的社会保险金 会不会 不会再 送给他们 他们 在 三月份 四月份 不是很担心 我们的 财务部 有足够的 灵活性 可以 去 支付起 这些 社会保险金 他们 有足够的 工具 保证 人们 获得 应该 收到的 这些 福利 但是呢 如果 国会 不再 提升 债务 天花板 的话 总会 有一天 在 2023年 夏天 财务部 看到自己的 收支状况 可能就会发现 没有 足够的 钱来 支付 他应该 支付的 部分 而且 到时候 他就没有 额外的 资源了 他们就得 去想办法 那 可能 有些时候 某些 部门就没有 办法得到 财务部 的支持 坦白来讲 如果 财务部 可以 支付 某一个 项目 而不支付 另外一个 项目的话 我们也不知道 他会怎么操作 有人问 说 是否 乌克兰的 战争会增加 人们的财政 收支不足的 状况呢 赤字状况 我想说 这个成本 不会影响到 社会安全保险金 我们 在 财力方面 还是比较充足的 可以 支付 那另外一个人 问的问题 是关于 乌克兰战争的 好 在2023年 一个 降好的经济 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从经济 从宏观经济 从政策的角度来看 从人们的 基本生活来看 大家觉得 什么样是好的经济体 什么样的状况 在2023年 你希望看到 一个什么样的经济 那 我觉得我已经说了差不多 所以我想让 Wendy和George来说一说 那简单来说 就是 失业率 保持低下 价格的增长 也是维持在 比较低的水平 不会导致失业 而且 那 我们能够达到一个经济的软着陆 来控制住 来控制住 通胀 而且 不会让很多人受到经济摔退的影响 这是我的期望 似乎呢 情况 可能有一些 脆弱 如果有 债务危机的话 情况会很严重 我们希望在2023年 希望能够绕过这些障碍 那 我们 在最开始说 唯一的经济好消息就是 是 膨胀下降了 但是我觉得 情况也没那么 悲观 我们还是有一些乐观的 可能性 那我们 现在的失业率呢 已经是在50年以来最低的 而且现在呢 消费者的情绪也比较乐观 也在改善 同时 通胀也在下降 儿童的 贫困率也没有 很快的增长 来看 有一个问题是来自于 Blyfton Chadwick 好 非常感谢 你刚刚讲到了 针对于 税收减免的投资 那我的问题 如果 对于 那种 对于公司的税收大服务减免 会不会 能够降低他们 去 积聚财富的 这种欲望 并且呢 能够对神们有所帮助 我想 说 是的 我同意 在 去年 拜登政府呢 降低了 对于 天然气 以及石油公司的 税收 因为在 乌克兰期间 乌克兰战争期间 很多时候油价上涨 而 为此支付代价的 就是普通的消费者 如果能够 去 降低 这些 油气公司的 税收的话 可以进一步 调控 价格 那现在 我们已经有 两年了 就受益于 儿童税收 减免政策 还有其他的政策 比如说 关于一些 基本的资源的调整 现在我们有 很多的办法 可以去 缓解公司 权力的大幅度上升 您刚刚提的问题很棒 那 有几点 那 去年有一个 通胀 降低法案 就是说 它其中也包括一个 最低 关于 那些公司的 税收的 一个 减免的 法案 这是其中一个 变革 Wendy刚刚刚也说过 在2017年 特兰普的 这个 税收减免 把 公司的税收率 从 35% 降到 21% 那 现在 很多的 消费者 很多的公司 他们的 税收减免之后呢 可能你就不会有 这么大的 驱动力 来提升价格了 在 未来 十年当中 取决于 你怎么样 测量 这个 公司 他们可能会有 甚至是 数千亿美金的 整体的 一个利润 所以呢 为 公司 加税 会 防止 公司的 这种 权力 暴增的 行为 这是肯定的 公司的 税收 系统 需要 大规模的 去修剪 去 整改 哈密尔 我们单位 也做 对此 做了很多 研究 我希望 让 大家知道 解决 公司 税收 系统 问题 不见得 会解决 现在经济 的 问题 我们需要 长期 做很多 其他的 工作 现在 公司 税收 的问题 并不是 最近级的 问题 布拉尔说 我希望 大家 告诉我们 就说 你觉得 未来一年 是有什么 的 进展 那现在 在 众议院 有 很多人 他们 在 国会 当中 宣扬 阴谋论 认为 拜登 政府 其中 有些 问题 那 你觉得 今年 在 正确方面 会 有什么 积极的 好转呢 那 首先呢 我要 谈论的 观点 可能会比较 悲观 我先 打个 预防针 我觉得 2023年 会非常的 艰难 我们 现在 需要 非常努力的 去 解决 债务 的 问题 会有 非常 混乱的 情况出现 在 某些时刻 我们可能 会 资金不足 是否 政府应该 关门 可能 在 9月 初 政府因为 没有足够的 资金 而关门 这可能会 影响到 国会 而且 背景 还是一种 非常 增长缓慢的 并且脆弱的 经济 我觉得 没有什么 比较积极的 情况 会出现 那 我 也是 同样 被关 有两个 比较大的 威胁 首先 就是 鲍威尔 把我们 推向了 经济 衰退 我们可能 会看到 真正的 很大范围的 经济紧缩 因为 他做的 工作 他采取的 步骤 以及 美联储 做的 事情 就会导致 这样的结果 他们表示的 非常清晰 就是说 他们想 继续缩紧 继续提高 利率 那第二点呢 就是我很担心的 就是 政府的 预算缩减 和收紧 今年可能 是会比较明显的 共和党人呢 也将此 列为他们 事项的 优先 事项 那现在 政府的人 都 决定要 大力 缩减 对于 社会保险金 以及其他 核心的 社会支出 项目的 投资 我们 需要 政策 制定者 去 关注 人们 我们需要 投资 人民 我 自己不太 乐观 但是 我觉得 我们需要 去倡导 去防止 这样的情况 出现 不好意思 我们时间 已经过了 一个小时了 如果大家 得走的话 没关系 那 那 我 如果得选的话 说 在政治层面上 有什么 比较 乐观的层面上 来讲的话 就是说 现在 共和党 控制了 众议院 他们可能 相比于 之前 没有掌权之前 会面临更多的来自于企业的压力 他们 现在 很多企业 在游说 可能会 在政策上 有一些改变 Wendy 刚刚 讲到 经济下行的 风险 以及 债务危机 可能 也会发生 是我非常 悲观的 预测 好 非常感谢各位的 精彩发言 我会把各位的 分享 和大家 分享 好 Sandy 你想再总结层次一下吗 Sandy 说 非常 感谢 所有人 又回到我们的 简报会 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 讨论 但对于我们很多的观众来说 是非常重要的 非常感谢您的动见和观点 大家好 非常感谢 我们再见 再见 再次